继续要带大家一块来关心的是市府为了要请基层的民众一块来拼治安 市场城局呢是带领了相关团队这一站来到了钢山地区和基层的里长们面对面 并且呢详细说明市府在现实合并之后所规划的一些高高频愿景 不过还是有基层里长表示是现实合并的第一年 这磨合期似乎还没有结束的迹象 因为他们觉得和市府的距离有些遥远 把基安咨询委员的骗书一一交到里长们的手中 市长陈菊 副市长陈启玉等市府相关团队成员 还要和里长来个大合照 特地走一趟钢山为的是这件事 用很感谢 感谢我们基层的里长 大家愿意帮助我们的警察局副局长 让我们高雄的治安更发展 让我们高雄的治安更好 所以在这里跟大家说很感谢 感谢我们大家对治安的支持 感谢大家对市府的支持 我在这里跟大家说多了 感谢里长们加入治安守望相助的行列 也趁着机会把现实合并后的里政业务 怎么高高频 据悉迷疑的说了一遍 诚意到了 但基层的里长还是有这个心声 这个磨合区里面限制很多 以前我们政公所里面的自己的预算 我们需要什么里面需要什么 直接向政长 政公所返运 政公所预算可以马上执行 但是现在和市政府距离比较遥远 高雄县这方面好像是地方的 有一点孤儿的感觉 市府团队亲自再走一趟 包括岗山等地区的基层里长提出期许 无论是治安或是市政的相关业务 赶紧缩短 磨合期 考虑市员刘俊昌 欧文员 朱宇宏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